一般一隻貓大概每一公斤大概就要給60CC 舉個例來說 如果是1-5公斤的成本 相當於3平的羊耳朵 一天大概攝取要是多少 我說呢今天是一個3公斤的母貓 大概我們就給2平的那個羊耳朵的大小 就是277的這個量 所以說在這個水分攝取量一定要充足 我們會給像流豆式飲水器啦 或者是說我們可以給予像一些罐頭 然後裡面加以這個一些水分 因為大部分貓來說喝水量其實都能得到這個量 如果被診斷出初期的這個腎臟病的話 先給予像比如說不飽性脂肪酸 像魚油 或者是說呢我們可以選擇 市面上有一些初期腎病的這個腎臟治療 因為的成分主要是蛋白質 比較不會產生蛋的肺炎 另外就是說它裡面有用的降乳劑 腎臟病是比較嚴重 是第二期上的這個生病說的 這個時候蛋白質就必須要有所限制 那先是蛋白質攝取的這個 含氮的肺炎量也會比較不會減少 那同時呢它可以 它裡面也是有更加像一些 金氨酸的一些氨基酸類的 它可以讓腎臟的這個細胞 獲得一些營養 那有一些的這個腎臟保健的營養品 其實這個選擇像就是 更加引力的受益師去討論說 哪些可以去吃 那些人 ממ犀牲 這個是